Hello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,上周张角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 九成的适配程度,可能没有效应高,但是也在跟队训练 以后也还有机会,他还真没骗人 现在九成也在和一队进行谋合 不过不少粉丝在担心张角和月光一样,开始玩轮换战术 上个赛季月光的轮换,几乎把A机玩崩了 不管是选手轮换还是位置转换,都没看到什么正面的效果 效应和九成的区别很明显,效应的打法更加团队化 他上场之后中线可以不要,但一定会帮边路蹲人或者反蹲 控制技能给的往往都比较到位 九成现在的打法和以前有区别,他可能也想变得更加团队化 但是效果确实不算太好 比赛当中还是经常能看到九成打小野怪 或者是自己在中路蹲服的情况,参团率比较低 目前看来更适合A机的确实是效应 这个版本的中单不需要打太高的输出 也不需要有太多高光的操作 做好自己的分内知识就可以 张角现在只是在训练赛当中轮换 暂时还没有搬到赛场上 二队的选手和一队一起训练,也是比较正常的 可以让一队的选手更有危机感 必须时刻保持专注度,状态不能有滑坡 要不然就有可能要被二队的选手顶替了 九成跟一队训练,可能是为了给效应点压力 只要状态滑坡,随时都有人顶替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九成跟随一队训练呢